哎呦 那字 怎么写来着 这个符号很多人认识 因为它和现代汉字中的形象几乎没有差别 它就是 图 原之古代在皮卷等材料上 标划城邦相依及边界的事已资料 图字最早建于金文 方框念为 表示范围 类似小人的图案念笔 是笔的本字 周代将五百家画为一笔 每线有五笔 两个字合起来组成图 画定城市区域 在古代 一张小小的地图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主权 谁拥有了地图 谁就能以上天视角复查这片土地 譬如荆轲 为表诚意打入秦宫 他献给秦王的除了梵乌鸡的首级 就是一张燕国都抗地图 秦王展开地图 图穷而笔现 秦王大惊 拔剑不能连连退却 荆轲持匕首追击 最后 智处的匕首被立柱挡住 行动失败 荆轲壮叠牺牲 想测绘山河大地 全凭手和脚可不够 在山东武良祠画像石中 福西和女娲手中分别拿着一件工具 这便是硅和矩 固定硅的一端旋转 便可画出完整的圆 矩不仅可以画直角 还能利用日影测量物体的长度和高度 汉代史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丈量工具 寄离鼓车 这种车分两层 每层有一个牧人 车行一里 下层牧人击鼓一次 车行十里 上层牧人敲铃一下 驾车人只要记录鼓声和铃声次数 便可以计算出马车行过的距离 以敲铃 鼓下 利用传统测绘技法 中国古人在人类地图绘制的历史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川 河流 成锅 都在二维的世界里 得到了记录 其中 又已完成于宋代的语记图 最具代表性 你看 这密密麻麻的方格 像不像现代的经纬线 这种方格制图法 被称作记礼画方 以每百里则为图上一方 为比地尺 记礼是为了在图上量算长度与面积 这种方法始于近代名臣裴秀 他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 时至今日 仍是现代地图的根本 有学者将它称为 是与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 相并列的世界地图先驱 雨季图在水系线条的客绘上 使用了以粗细表示上渊到下游的不同特征 黄河 长江等大水系主流突出 分级明确 反映出流水由小变大 河面有窄变宽的实地情况 进入信息时代 辽阔的山河大地 以数字的形式 得到了更加精准的记录 世界似乎从未这样触手可及 而由地图的本意引申 图字逐渐指代 一切由绘画产生的形象 变得无处不在 我们描绘美好未来 也常用宏伟的蓝图来形容 其实啊 图反映的 是人认知世界的能力和决心 今天你写字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